月黑风高的夜晚 四个熊孩子把小伙伴赶到山上 比他爬上了一棵十几米的老树 熊孩子们把梯子搬走 乐呵呵地看着小眼睛孤立无缘地残阳 到了后半夜熊孩子们觉得有了有无聊 正打算打到恢复的时候 看到树上的小眼睛没有坐稳大头朝下栽了下去 熊孩子们连忙冲了出来 蹲在树下看着黑漆漆的山沟 为了不让人发现他们害死人的事情 几个熊孩子决定装鬼下草上山的人 没想到这一桩竟然装了十年 而十年后竟然真的发生了怪事 长大后的他们接连发生了意外 唯一没有遭殃的女孩 莫莉做贼心虚地想要逃离这里 然而她的男友阿道知道当年的事情后 觉得还是先平息个鬼魂的怨气 才能再带她离开 入夜后她陪着莫莉到山上寻找小人的尸体 阿道觉得只要好好安藏小人 或许就可以平息她的怨气 然而他们翻遍了小树林 也没找到小人的一股 二人以为只能无功而返的时候 莫莉忽然目光 一直发现沼泽里飘着什么东西 塔莲忙过去查看 结果一不留神摔倒在地 阿道走到她的身边 在一片污泥中发现了一具孩童的尸骨 毫无疑问这就是死去的小圆 莫莉把小人的尸骨捞了出来 在阿道的要求下把她背在身上 二人顺着原路返回 可在爬上山崖的时候 莫莉发现背后的小人动了起来 她闭上眼睛不敢再看 不断在心里道着歉 在睁开眼的时候 小人的尸骨又恢复了鸢 按着好小人后莫莉默默跟在阿道身后 一封鞋给死去的小人的心 从阿道身上掉了下来 莫莉捡起来一看立马就蹲在了原地 她从来没有想过 阿道其实早就知道小人死亡的真相 她之所以接近自己 就是为了给好朋友小人报仇的 阿道冷笑着挥过头来 原来当年几人带走小人时 恰巧被附近的阿道看到了 阿道暗中跟着他们上了山 看到了小人掉下山崖的全部经过 阿道忽然看向身旁的空地 怎么办 都随你啊 你决定吧 我一直都随你 你决定吧 莫莉惊恐地无助嘴 不可置信地看着和空气对话的阿道 她慌张地躲了起来 没想到小人的鬼魂忽然出现了 莫莉惨叫着跑到大路上 朝迎面驶来的汽车白手呼救 阿道悄悄走到她的身后 伸手把她推向了车头 莫莉醒来后发现自己被塞进了一口棺材里 而旁边三口棺材里装的是害死小人的另外三个玩伴 阿道把小人的尸骸放在椅子上 让她亲自报复这几个杀人凶手 莫莉不幸小人真的会来了 认为这一切都是阿道在装神弄鬼 没想到阿道引领一笑 小人的魂魄竟然真的出现了 要继续做爪子角色吧 那就会把眼睛闭上了 小人听后竟然直接挖掉双眼 像当年玩中米藏的时候一样开始闷悠悠地及时 四人见状连忙从棺材里爬出来 想要趁这个机会逃出去 然而院门早就被阿道锁了起来 他们只能在院子里找地方藏了起来 计时结束后 阿道带着小人走出老屋 慢条丝里地环顾着小小的院子 他轻而易举地把几个人都救了出来 打算在这里给小圆报仇 茉莉捅哭流涕 跪在地上不断祈求 希望小人能看在他们当年年纪小不懂事的份上 不要杀他们 看着不断磕头的童年玩伴们 阿道恍惚间好像又看到了小人还活着的时候 几人一起玩闹的事情 他明白人死不能复生 杀了眼前这几个人也换不回小圆 便强忍着心中被痛做的决定 阿道要求他们发自内心地给小人道歉 并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所有人 不能有一丝一毫地隐瞒 几个人经过这么一遭 已经认清了自己的错误 立马答应了这个要求 阿道见他们诚心悔改 便拼命拦住抱走的小人将他们几个放了出去 死里逃生的几人跑下山 一看到小人的爹就重重地跪了下去 你们这是干嘛呀 小人的事我们很放弃 小人的事情跟你们没关系 是我们害死了小人 是你导演了这一切 是啊 那你为什么最后把他们给放了 我做的这一切 是想让他们真的认识到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 时间改变了我 我能做的 只有宽恕和原谅 我替我发生了我 我替我发生了